接下來一個叫做乳酸飲料 乳酸飲料 乳酸就是乳酸菌用牛奶做原料發酵或是消耗乳糖 所以有一些人喝牛奶容易拉肚子了 什麼意思 因為他有乳糖不耐症 那就是他把乳糖弄掉 所以呢就可以藉由這個 因為他弄掉了 所以呢你就不會有乳糖的問題 但是其他的成分還留著 所以你說你可以藉由乳酸飲料來攝取他所需要的營養 好乳酸就是脆產生酸味的成分 他本身是有些好處的 促進消化 幫助鐵蓋質的吸收 促進腸胃乳動 預防便秘 這都是乳酸的好處 但是如果你不幸有所謂的乳糖不耐症 你就無法抖啊 你無法抖啊 你就要換喝別的東西 比如說喝優肉乳 好乳酸菌應該有活性跟非活性 活性的就是那個乳酸菌基本上是活著的 就要是活著的 吃下去之後都會贊成這些東西 你們經過什麼人 常常有沒有什麼好菌跟抑菌 還有一些壞菌嗎 就是增加一個好菌的成分啊 幫助的 所以要這些東西 所以有些乳酸 因為他的細菌是 這個乳酸菌是活著的 所以要低溫冷藏 低溫冷藏 然後還看到廣告上說什麼 不會有什麼金球啊 可以把它包起來啊 它通過胃酸啊 不然胃酸就把它給殺掉了 那它用的是死笑笑的 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 是沒有什麼特別要活著 比較可以常溫保存 像那個以前的養惡多 那以前養惡多是什麼 OK 這是常常狀況 乳酸菌飲料 那飲料 就是自然有活性跟非活性就可以了 好 下一個就是茶 茶的血液很大 茶血液很大的麻煩 所以我也不可能跟你講清楚 如果以後你喜歡喝茶 喜歡去研究茶 你就來好好研究 那我們只有跟各位講 講那個最簡單最基本的 茶有所謂的沒有發酵的 半發酵的跟全發酵的 好 全發酵的茶 沒有發酵就是綠茶 我直接就是原來的那個 那個葉子啊 開下來 經過一些簡單的處理 烘焙就可以了 像綠茶就是那種被發酵的茶 半發酵的茶 像我們的台灣有名的烏龍茶 烏龍剃 就是有經過一些發酵過程 然後有烘焙來製造 全發酵就是讓它徹底發酵 徹底發酵 要紅茶 紅茶 OK 好 那這個有不同的茶 我講過這個學問很大 我們也只能跟各位講到最簡單的 最普通的說法而已 那以後你長大了 你對喝茶有幸 人家要慢慢研究 不同的狀況 不同的主理什麼之類的 就是它茶糠的顏色 基本上可以發現 紅茶顏色會比較深 全發酵的顏色比較深 然後那個沒有發酵的顏色比較淺 綠色就是不同的茶湯 對不對 這還什麼茶道 如果你有興趣 有茶道 日本的茶道什麼之類的 要怎麼喝啊怎麼弄 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慢慢研究可以 就是有關於茶的部分 有關茶的部分 OK嗎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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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出手 不然 不然